10月4日 有网友向中国数字时代收稿机器人投稿了一段视频 这段视频展示了一位刚到美国不久的 抖音博主一家六口在美陆续感染新冠的经历 博主称 在家人全部新冠病毒检测阳性后 陆续休息了几天便恢复正常 所有人都没有出现任何严重症状 当地对于感染病毒也是司空见惯 博主坦言若一家人在国内 必然会被拉网集中隔离点 并且可能会牵连邻居同事及朋友 可能会导致家中被彻底消杀 而自己对这些防疫乱象的恐惧 远比病毒本身要大得多 让我们来看看这段完整视频 到美帝的第13天 二女儿从学校回来 晚上就头疼 逃云 发烧 我们估计就是得了阿美克罗 就处超市买了四级测试盒 一测试 果然是阳性 我们打电话给社区 社区给我们提供了两盒免费的测试盒 没有提供任何药品和防护措施 只建议孩子在家休息三天 我们打电话给学校 学校也只是建议休息两三天 就可以去上课了 接着我们家的两个小女儿 我和我老婆 我大儿子 我们一家六口陆陆续续都签养了 我们就在家休息了三天 又都签好了 没有任何症状 孩子们又都活蹦活跳的去上试了 如果这次我们全家是在国内洋了 肯定会被拉去医院救治 整个小区会被封闭隔离 学校会被停课 同学们会被集中隔离 学校的家长们也会被居家隔离 但在万国的美地 他们对我们全家阳性 却司空见惯 视而不见 只叫我们的孩子在家休息几天 就继续去上课 这次我们全家确实体验了一次 令人袒护变色的奥米克隆 其病情和症状完全符合我们的认知 不严重 不危险 不用打针吃药 休息几天就好了 其实这些认知在国内我们都非常清楚 但在国内我们害怕的并不是在病情的严重和危险 而是害怕集中隔离和居家隔离 害怕牵连邻居同事和朋友 害怕家里被消毒水浸泡 害怕稍不配合就会被 但现在万国的美地 连问都不问我们一声 我们就没有什么害怕的了 欢迎大家通过电报Telegram平台向我们投稿 投稿地址请见本期节目的文字简介 阅读更多内容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cdt.media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